FT Island團員 陳炫 敏煥 來台做Fan Meeting 敏煥 陳炫聯手登台 Special Night變成Sexy Night 今天覺得會是一個Special Night 是一個很特別的夜晚 那至於能不能夠進階到Sexy Night 那就看大家的努力了好不好 時隔半夜 再次放台的FT Island 老妖雙人組 陳炫以及冥煥 投下團裡的哥哥們在台北開唱 雖然少了其他團員的加持 現場仍然吸引許多粉絲到場 讓他們感受到台灣粉絲們滿滿的愛 欸 那我來教一下那個 陳炫講好好好的台語版好不好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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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非常呵呵 呵呵 非常呵 非常呵 謝謝 非常呵 所以你們覺得這個台灣的這個粉絲們都突然變漂亮了 啊 原本就很漂亮了 本來就很漂亮啊 我當然知道本來就很漂亮 所以變得更漂亮了 對 但是這件事是兩件事 對 兩件事 粉絲也自知了剪輯好的片段 讓他們相當感動 當感動之餘就要應付粉絲們 千奇百怪的疑問啦 你今天會不是FD Island成員 會在做什麼樣的事情呢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玩玩具 接下來我的夢想就是變成了綜藝師 不過我的手會抖 有時候會抖 而已 我已經在學校時就練習了 我在國小的時候有念一下法律哦 哦~~~ 都在學校時 國小了 哦 啊 這個叫勞動法之類的吧 哦 勞動法 啊 啊 啊 如果我持續 我讀這一塊的話 我可能變成一個那個 法官了吧 哦 之前有在他們來台北做演唱會時 去給他們做訪問 五位成員呢都非常的活潑 當然啦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李鴻基 非常的活潑 而且現場只要可能cut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唱歌 然後在自己的世界裡面非常的開心 FT Island其實他們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歌曲 其實是Pray 也許大家會覺得說 啊是壞女人那首歌 的確那首歌很快智人口 但Pray這首歌曲其實展現了FT Island 他們原有的搖滾狂野 在副歌的部分 又保持他們原本朗朗上口的一個旋律記憶 而且在演唱會上呢 其實大家應該都有發現 韓團非常的會哄歌迷 我自己喔 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很會哄歌迷的朋友 但是我覺得我講過最暖的一句話就是 沒有你們 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未來不管怎麼樣 我希望你們可以讓我陪著你們走完每一步 然後呢讓你們一起跟我創造很多不一樣的奇蹟 但聽起來好像跟大家也差不多 總之呢 我就是一個不太會在台上哄歌迷 但你們知道我對你們是真心的就好了 謝謝 恭喜 謝謝 謝謝 好